谢谢 有燃光池嗎?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互動 那大家如果有看過我在YouTube上面的演唱的話 可能知道說就是標題什麼的都是不是很重要 因為主要還是靠大家掃這個左上角的這個QR Code 那QR Code的這個科技其實蠻不錯的 就是就算現在流明看起來也沒有很亮 但是應該是可以掃的到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也可以手動輸入這個網址 slido.com 然後再輸入0216 也就是今天的日子要緊號不用輸入 那就會進入一個大家可以自由的匿名發文這樣一個空間 那當然也很歡迎舉手發文 我們還有不止一個麥克風 數位麥克風就是好幾位 但是就是我們知道舉手發文比較需要勇氣 而且有時候會需要打個六七折之類的 那但是如果是命名發文的話 大家就可以想要什麼就問什麼 那這邊提醒大家兩個事情 一個時候是可以按讚的 就是說自己打字比較麻煩 但是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其實你也想要問的話 其實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按讚的數量如果越高 它會越跑到右上角去 那所以現在第一點已經有六個讚了 我們就稍微繼續等一下 很快就會出現一個 你知道常態分布這樣的狀態 好 OK 然後那第二個要提醒的是說 最新的問題就是類似像追溫 是跑在右下角 那這個右下角的呢 我們會特別去把它highlight起來 但是有時候右下角會開始自己跟自己聊天 那是屬於正常能量釋放 就不用特別放在線上 那就是如果你看到這個最新的問題 是你想要按讚的就可以 稍微按讚一波 這個是讓後面的問題不會 好像前面的都已經 就是把大家手機沾滿了 然後看不到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是比較 算是比較公平的 那我們是從現在開始 大概是七分嘛 七分大概到五十分 那中間我會盡可能的 就是大家按讚的數量最高的先回答 然後呢盡可能都回答 那但是這大概不太可能 因為現在已經二十二個問題了 那所以這後面的問題 我大概就回答不到 我先說道歉 但是各位可能就是往左裡 右舍拉票的話 他就是往上面扶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現在也是拉票很好的一個時間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雖然我沒有回答到的 我但是都會再回去的路上 我都會看這樣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我們有28位好奇的朋友 想要問說科技 可不可以取代人 好一個問題 我們在使用科技的時候 常常我們想到的科學 或者技術 都是可能自然科學 然後應用在我們業界的 產業的 或者是各位的工作上面的一些技術 那但是呢其實科學也有社會科學嘛 那技術也有我們的社會組織的技術嘛 好比像說像slido 它就是一個社會組織的技術 就是大家可以在不打斷拿美科 所講話的人的情況下 還是可以自己開始聊幾天來 而且是讓大家都知道說彼此想要聽什麼等等 那當然是個技術 所以可以說是 技術它分成 不管是自然科學 或者是社會科學所出來的技術 可以分成assistive 就是它是幫助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的 幫助一個人 那其實各位對於輔助科技 可能比我害羞 好比說我現在戴這個眼鏡 也是一種輔助科技嘛 它讓我看得比較清楚 我拿這個麥克風也是一種輔助科技嘛 讓我不用扯的嗓子講話等等 那這樣的情況下 科學不是為了取代人 它是為了要 就是讓人的這個情況 可以變成是更自然的 在社會裡面相處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對於assistive technology 其實在有所謂AI 因為AI我的話叫assistive intelligence 有所謂AI之前 我都是用輔助科技 現在當然輔助智能 輔助智慧這樣的一個講法 那我們大概都有兩個判準 一個叫做alignment alignment就是說 它是不是以你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 我為什麼信任在座各位 就是因為覺得說 各位在跟我互動的時候 當然是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 我為什麼戴這個眼鏡 當然是因為它是以 就是回復我的視力為最佳的出發點 絕對不是說 我現在戴這個眼鏡稍微看一看 突然拋出一個蓋板的廣告 然後要到處10秒才關得掉 那這樣子說 不是以我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 所謂是以廣告上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能夠給出膠帶 那當然給出膠帶 現在在健保快一通上面 就是有一個診斷等等 大概很多都已經可以看到那個代碼了 所以也是一種給出膠帶的方法 像剩下500萬人 可以在手機上面看自己的健康存證 那但是呢 像這個眼鏡 其實它如果壞掉了 或者是我也知道 戴起來發現有點模糊等等 我也可以帶去旁邊的那個 就是眼鏡行修馬 那它也不用先付給做這個眼鏡的人 大概10萬塊的那個授權費 所以它才能夠開始修這副眼鏡 所以它給出膠帶的方式 就是靠大家都可以用參與式的方法 就算我自己 我只要稍微學一點 關於眼鏡的光學等等的原理 也說不定一些小問題 我也可以自己修啊這樣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它的就是 就是禁用型的實質素 就是特別好的 那這個時候它就是 一個 countable 的一個科技 那所以我講了這麼多 只是要講說 並不是沒有一些人 正在發明一些 或應用一些別的科技 那我們還叫做可能 authoritarian technology 那用它來做的AI 就是叫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威權式的技術 威權式的智能 那這樣子的做法 當然是就是會讓人覺得說 那它把權力過分的集中 然後呢 會變成好像 絕大部分的人都 有一種好像我們可以被取代 可是被取代 但是原因是因為 這些authoritarian technology 把人化跃成一些 好比像說 像所謂的社會信用 之類的這樣子一種 就是存量值 那當一個人 被化跃成一堆標籤 跟一堆存量值的時候 當然看起來好像 可取代性就變得很高了 可是那是因為 它已經是先在一個 威權的架構裡面 所以只要我們一直是放在 assisted 輔助的架構裡面 就沒有取代人的問題 只有說我們自己的 工作項目裡面 有一些比較榮的 我們自己能做的時候 都覺得自己好像機器人 一樣的那種東西 那當然可以交給機器做 因為我們本來就 很覺得機器人 應該做這部分 但是呢我們覺得說 好比像說一起 結伴去爬個雨傘 什麼 那這個的話 我們就不會讓機器人 幫我們做嘛 雖然理論上我跟我的同事 都可以按一個鍵 就送一個機器人爬到雨傘 打開自拍再回來 那這到底有什麼意義 完全沒有意義的 那因為重點上的過程 是人員之間自發 然後互動相處的過程 共好達到共同 架持的這個過程 爬山只是 中間的這樣一個旅途 而已 重點並不是在上面 拍照打卡 那所以拍照打卡 當然現在真的已經有 無人機 我可以遙控它 就去山頂上面 拍照打卡 但是那個並不是說 取代我爬山的這個過程 因為我爬山的重點 是在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我聽過一天的話 都會回來比較久一點 因為太小的時間投票 目前看起來是已經 有些這個投票了 那這個最新的這個已經 聊起來 我叫盧哥對抗主管霸凌 這個就歡迎自己 增點一下分架 OK 司機院的朋友們問說 請問如何面對 無法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這也是很好的問題 我自己的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去設定一個很明確的時間 或者空間的這個面對 大家都知道說 我每個禮拜三 那一天就是包含今天啦 我從早上十點到當晚 我都在仁安路三天九十九號 也就是空中 然後我們就是 重新契上那個家鄉的紅磚 拆掉了水泥槍嘛 那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走進來 那邊變成一個小型的公園 單紙的公園旁邊 經過監管行事之後 有多了一個公園 那那邊任何人都可以 有我四十分鐘的時間 只要談余約的話 那然後談 隨便他要談的什麼事情 有些人真的是很有情緒 後面的話 我有碰過一個發明家 他發明了有動機 可以遠遠不覺得 產生出更多能源 你給他一度電 他可以發兩度電 那就是他自己這樣覺得 那但他覺得說 這個他被世人所誤解 非常的痛心 大家都就是不發尊 理證號給他等等 那也有一位朋友說 他充滿了使命感 他覺得說 就是他是雷仁運動的朋友 就是說外星人很快就會 降臨地球 那台灣如果是第一個 去蓋那個 給外星人的大使館的話 那外星人就會 優先的降臨台灣 那所以我們不只有國際關 也會有新機關 那但是呢 這個團是去外交部那邊 陳情啊 臉書啊等等 但外交部都說他沒有新技科 他去外交部還沒有遠間 那這也是一種 情緒 好 那所以就是說 一方面有一個時間檢構 所以大家了解到說 我就是會很耐心的聽 但是也只有四十分鐘 因為四十分鐘之後 後面有別人了 那所以我想這個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一個狀況 可能各位都有門診預約的這個經驗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有一個空間結構啊 就是說 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討論裡面 他其實是預設是公開的 意思就是說 隨時我旁邊一定會有一個同仁 不管是速錄師正在打字 或者是 攝影機正在錄影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說 他跟我的對談 其實是透過我 然後去給所有的不特定人聽 所以這樣子的話 也有一些勞備的思考 也有一些想要勞備特定的政策 特定的法規啊 等等的朋友過來 確實是沒有錯 但是呢 當他們知道說 不管是權問 或者是影響 都會公開的時候 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會看到他們所有的論點 都是在講 為了全人類好 有續發展的目標 為了子孫的繁榮 什麼之類的 因為如果他講一些對他好的 別人不好的東西 這個出去很難看 所以在這個就是開放的空間裡面 它隱含著一個邏輯 就是大家還是必須要以公共利益為行動 所以後來永動激難以為 我就好好的聽他講 然後慢慢他情緒被安撫下 我們就開始討論 就是能資源循環啊 節能啊等等啊 他的很多發明 也許不能夠一度電發兩度電 可是他如果能夠回收一些 那這個是很好的事情啊 那或者是說 那一位連日運動的朋友 後來我也跟他學到說 他有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從太空來看地球的話 會看不到國界啊 所以這個星際觀真的很不錯 因為他可以一次跟全人類啊 有那種共情啊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也有跟他學 所以後來今年 我跟這個全世界的朋友 討論疫情的時候 最後sign off的時候 都會說這個 live long and prosper 這個生生不喜繁榮長盛 這個就是外星人的這個手勢嘛 這個史巴克 就是瓦克人的這個手勢 對他的這個一個核心論點 其實也蠻有意義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他的時間結構 他不會無止盡的 這個耗用你的世界 有一個空間結構 就是說 讓他覺得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但他只有公共利益的部分 可以講出來 那再加上說 那真的我從他中間有所學習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他也不一定 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他可以有限度的去 就是稍微 稍微 就是很尊敬的讓他發現完 但是最後還是要熟練到一些 有功能力 有功能價值的東西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時間結構 或者沒有這個空間結構的話 那我的耐心也是有限 我大概也是會受不了 但是有40分鐘的 這樣子的結構的情況下 我大概都是沒有問題的 有39位朋友們問說 108課綱請問 堂鳳對於教育的看法 確實我在入閣之前 是108課綱的課法會的委員 他那個課綱的一個特色 就是所謂的這個自發互動工好 這樣子的素養導向的教育 是一路到就是終身遭遇的 在以前示範體系是教小學的有一套 教小學教法 教國中的有一套教法 教高中的有一套教法 教高中的有一套教法 現在很現行就是 高中之後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要去念大學 這個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我國中的年級就錯學了 但是據說就是會有父母的壓力 我是沒有遇過說要念大學 那然後念了大學之後 又會分系啊分科啊 其實高中就會分組啊等等 大家就會變成好像是 在自己的這個世界裡面 比較少那種跨領域 跨場域或者是跨年齡的學習 好像旁邊的同學年紀 都沒有差非常多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在生理國家課程裡面 我們是有意識的去 有一點稍微撼動這樣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了解到說 從大家小學一年級已經學上 那我們如果是教導大家做很固定的軌道的話 確實是有可能12年之後 不管學什麼軌道 那個軌道可能都已經 就是遭到症病嗎 那或者是 裡面有一部分真的是 就是 assistive technology 是主要是看 輔助物科技 就是我們如果是 教一些現場的操作的話 說不定到12年之後 其實主要你是在教AI 怎麼樣去做這些操作 所以還是有這樣子的工作 沒有錯 他會想說會因為說 computer這個字本來是講人 現在是講機器 printer這個字本來也是講人 現在是講機器 但不表示說就沒有資料科學家 或者就沒有做出版事業的朋友們 只是說他們的工作裡面 我們現在講做 computer跟printer 這一部分是交給機器做的 他們還是在做 他們要做這些事情 但是要怎麼樣去確保說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 是往這個部分 就是它的purpose的部分去做 而不是去往這個部分 就是它的一些 就是skill 或者這個repetition 的這些部分去做呢 那就是要確保說 我們在好比像說 大考中心 或者是說在就是大學 選學生啊等等的時候 是比較看重學習歷程 是比較看重中間的portfolio 就是你到底創作了什麼 去結合不同的專程 來真的做出了什麼事情來 那以這個purpose為主 而不是以就是比較現行的 這個分數啊等等為主 那這個是確實讓人 相當不習慣的一件事情 因為台灣畢竟就是 以前的教育 很多都還是在 就是分那個評刺啊 什麼之類的 這些其實我一直都不知道 有什麼意義 但是據說很多人覺得 有意義的這些事情啊 那所以我們也不是說 一次就全部改過來 我們會花六年的時間 慢慢的去roll out 這個新科稿 然後慢慢讓大家看到說 其實絕大部分現在 還留下來值得解決的問題 都沒有辦法 永遠的力氣解決啊 都真的必須要 結合跨領域的人來解決 所以就是依然跟旁邊 跨領域的人 競爭互相比較 事實上對大家 都沒有好處 團體跟團體之間 正體跟正體之間 當然還是正在 彼此激烈的競爭 但是至少 團體裡面 個人跟個人之間 主要還是 就是自發活動公好 這樣的做法 所以這是也是PBL 但是是Purpose Based Learning 那這個是我對教育的一些基本看法 好的 那底下正在討論 怎麼樣多賺一點錢 發一點解消獎金 這個底下那個 就是題目 topic 變得很寬 OK 有四三位朋友問說 今天委員對您來說 各自變色線的世界 該怎麼樣做出來 這個小子快說 有一種數位生分 這樣 彼此怎麼做出來 連自己都記不起來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就知道有人會問這個 所以今天有帶來 數位生分成的樣卡來 那這位是陳小林 然後應該對他都很熟 OK 那這是他的正面 然後這是他的反面 那我先拿這個期待中的樣卡 上面是 這是功能卡 這個核心訊明 上面既沒有預算的等高線 也沒有過期 但是那並不是說未來會變差 所以我手上是功能卡而已 他還沒有加那些 就是範圍跟圖案上去 上面是有就是 vair minimum 那這個是就是 把貼紙撕掉之後的狀況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有跟護照一樣的 就是底下的三行 充滿了小雨昊的那個季度 那然後以及他的晶片的這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目前的護照 但是目前的護照 跟這個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這個有點像明晶片 而目前的護照是有信封的 也就是說 就是如果大家有走過 E-Gate的話 今天那個也沒有機會 就是如果大家有走過E-Gate的話 可以了解到說 那個就是封面頁 裡面是有潛入 這樣子的一個晶片 那它的季度嘛 是在它的內頁 但是你必須翻開 然後放在那個掃描器上面 它才能夠透過季度嘛 取得那個晶片的讀取權嘛 那目前的身份證 其它卡的設計呢 就是把這些 需要存取晶片的感應式的這些代碼 是放在底下 那到底它就是讀了這個 記錄碼之後 能夠感應到什麼 那其實完全就是正面 所寫的這些東西 也沒有什麼別的了 那正面所寫的東西 以及背面所寫的東西 大家手上的六代卡 是有很多別人的各自的 那所以先回答這個問題的第一部分 就是說各自的辨識 理論上不應該蕴含別人的各自 大家手上的六代卡 不但有雙親的各自 就是他們的姓名 那如果有配偶的話 還有配偶的姓名 然後還有他們所住的地方 戶籍等等 那當然不一定同一個戶籍 但是就是如果是配偶的話 應該是同一個戶籍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 就是每次只要換證 或者是做什麼身份證營本 有時候就會對方說 我幫你身份證營一下 那你說好 只印真面 它就會很自動的 連背面都印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時候身份證在人家手上 印的卡卡沒有辦法 所以第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講到各自的話 主要就是每個人 就是authenticate自己的 你的護照上面也沒有 就是辦法的姓名 到底為什麼要印照的東西 在六代卡上面 那所以我們的七代卡上面 是這些都已經不會放在卡面上 也沒有辦法透過感應的方式 再公開去讀取 那但是有效快速的 若是Limit在自己的各自的話 那我覺得確實 就是感應的方式 真的是很有效 而且我們現在的手機 最近兩年多的手機 大概也都有NFC 一定的扯晶片 所以好比像說 如果有些人的姓名 是比較複雜的字體的話 那如果你用手機的輸入法 大概就一定 就是要找大概五十秒以上 才能夠知道說 要怎麼找到哪個字 要翻到第七頁之類的 那或者是說一些 可能像原住民族的朋友 他的族語的姓名是相當長的 或者是他的拼字規則 跟手機上面那個Auto Correct 一直都過不去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要輸入他的族語姓名的話 那說不定又會拼錯字等等 造成很多的糾紛 那即使像我的名字好了 就是我的名字 筆劃並不複雜 那但是我那時候 要就是開通Line Pay的時候 他要我就是拿出 我的六代卡身份證 然後掃描他的正面 然後呢 他就自己腦補 然後說我的姓名叫做唐鳳鳳 那可能因為那個Auto 在訓練的時候 就是都是三個字的名字 所以就是中間那個 明明是空白的地方 他也幻想出一個字來 但他不知道是哪個字 就用右邊那個字 所以總之 就是說我們目前 六代卡的紙本的光學片 目前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當然在感應的情況下 可以取代光學的辨識 我覺得是確實是可以的 那如果是有一些 就是舊的PC 他沒有接webcam 或者不想接webcam的話 那我們目前也保留 就是插卡讀取的這個可能性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這個時候 這些為什麼是免密碼的 因為這個等 就是上面所印的資料是一樣的 那所以反正你出事了 那上面有什麼 那你反過來的感應 就是有什麼 不過內政部也有 馬上就要公告 有辦法說 任何人都不能夠強迫其他人 撕下這個貼紙 也就是說 如果有人說我就是 只願意用紙本的這一部分 但是不願意用 數位的這一部分的話 那因為兩邊的資料是一樣的 在公開區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理論上 用這個等卡是足夠的 所以任何機關構 都只能就是把它感應的 或者是插卡的部分 當作是一個額外的 服務提供方法 但它不能用來取代 本來紙本的提供方法 所以如果覺得說明信片 不夠安全的話 那可以用貼紙 甚至用卡套 或者用什麼其他的方法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沒有任何人可以去說 你一定要用金片去做感應 但是我想對很多朋友來講 感應確實是比較方便的 那這一部分當然是 跟密碼都沒有什麼關係 是只有相當於 電子簽章簽名的時候 那才需要再加一個因素 因為這個因素是 你持有的嘛 我們在資安上面 是常常講雙因素認證 或者大家有聽過 多因素認證等等 那這個因素就是有三個 一個是你持有的 好比像這張卡 一個是你記得的 好比像說PIN 你的密碼 就是你的密碼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是的 好比像說指紋 紅毛等等 這些生物的特徵 那所以通常我們在認證的時候 大概就是要 如果是相當於簽名的話 那就是要你手上持有的 好比像說身份證 或者是自然品證 那身份證 當然在期待卡 它們有設計說 你可以把自然品證的功能 如果你願意的話 大概夠就可以加上去 所以你持有的自然品證 然後再加上你記得的密碼 這個就可以構成一個 就是同意的一個行為 那就可以所謂 簽署一些事情 那不過呢 我們現在在手機上面 有TW FIDO 所以就是你第一次去用 你記得的密碼 加上自然品證之後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把那個 密碼變成 換成是你手機上面的 身份認證的方法 通常是生物辨識 就是指紋等等 所以之後就是 你出生你的手機 加上你的指紋 或者是加上手機所同意的 其他的生物辨識的方法 那樣子也可以變成一種 身份認證的方法 現在已經可以用來 比較說繳稅 或者是說在MyData的 這個網站上面 下載政府籌上 有關於你的資料等等 那這些加在一起 大概就是 避密碼容易適用 但是這就是你自己的手機 所以它解鎖的時候 不會把你的生物資料 傳到別的地方 假設它是 就是我們新人的廠牌 所製作的的話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比較不會變成 這樣隨時隨便 都一定要寄密碼 可是這個仍然是up in 就是你自己的選擇 並不是它強迫 你說你一定要用 生物辨識 也不是這樣子 而且那個生物辨識 是你自己的器材 這個如果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DW FIDO 它用的Protocol叫做FIDO 所以對FIDO這個國際標準 也可以就是 畫一些理氣討論一下 好 那所以果然是 一位朋友就 把這個就推到上面了 如果讓醫院多賺一點錢 以前我們多發一點績銷獎金 這兩件事如果有關係 就是說 醫院只要多賺一點錢 就一定可以多發一點績銷獎金 Just checking OK 應該是 我看到很多人在點頭 好那就是了 所以如果醫院多賺一點錢 就可以一定可以多發一些績銷獎金 這其實是今天的 好像已經跑題很久的 那個遠距離了 那個題目 那我們現在 就是要教育機構 教育單位來看的話 我們大家都知道少子女化嘛 那大學面臨就是 他們一定要DW FIDO 就是要做很多別的申請 那因為就是 如果一個人只進一次大學的話 那平均起來 他們就是之後的那個人次的數量 會減低 那但是呢 這個也是一個轉機 因為他們後來就發現說 如果他第一次進來大學的時候 不是加上要他來才來 而且他帶著一個問題意識來的話 那他比較未來碰到類似的問題 或者不同的問題的時候 他還會想到這個大學 他會不會回來 所以這是我們就是 雖然你國家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當你高三 其實在高中就已經有選期 或者加深加廣等等 其實有自己的一個research proposal 自己對自己的一個研究的想法 那這個想法如果需要大學的支援 那18歲之後 19歲才去念大學 但是如果不需要 其實你比較需要社會部門 或經濟部門的支援的話 那你就直接去什麼部門 或經濟部門工作 或甚至公部門 那但是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並不是說你就永遠不去大學 而是說想到大學的時候 那他就可以分幾分 你奇怪了 想法 你覺得這個需要 像在研究機構 或學術機構 才能夠做的時候 那你就到大學 但是說不定是帶著一個研究問題 而且是一次就是 關於你的這個興趣 所組成的一個學程 而不是覺得好像是為了一個學位 然後來大學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大學本來就有EMBA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教育機構 它就是專門去把 就是可能已經在業界三年的五年的七年的等等 去規劃這樣子的學生 然後讓他一生之中 會回到大學好幾次 所以攀題來講 只要每一句每個人 而回大學兩次 那這樣上司女化的那個問題 就直接被就是cancel掉 但是我如果是在業界 而且我工作時間還滿長的 那我就是要怎麼樣子實體的去大學 這個就不容易 那所以呢我們就回到這個遠距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在教育部 其實學術語法也好 遠距教學辦法也好 其實慢慢的都已經開放了 就是說大家在以前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我們這樣子面對面的討論 我可以確認各位的注意力 就是我講的笑話到底好不好笑 你稍微點個頭 我可以知道你三點 這句話的頭 而不是上一句話的頭 那等等 那見面至少有個三分親嘛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很多人對於以前視訊教訊 那樣子的經驗都還停留在過去 那種可能還會抽歌啊 這個聲音還不太為定啊 可能還有echo啊等等啊 那就剩一分親啊 那如果中間突然間這個瞬間中斷 那可能因為就是你知道Google啊 也會瞬間中斷的情況下 那馬上被人倒扣一分親啊 因為我們在就是這樣子見面討論的時候 如果這個在場的大家忽然之間 這個所有的人都這個跑跑出去 集體這個杯葛 我的討論 這當然是件很實力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斷線的話 它就是有這樣的效果 而且還不是我們害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我們就是人在那個就是情緒記憶裡面 就會對這樣子一些事故啊 就是記得特別清楚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當然就是不外乎就是很多在就是 不管是大學啊 或者其他教育機構的朋友 他確實年輕的時候 曾經對視訊有過經驗 那真的不是什麼好經驗 所以每一次就是發生說 那現在事情要開發了嗎等等 還是存 不過今年當然因為這個就是 COVID-19的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這個Handsight is 2020 完全我們回頭去看2020年 就發現說大家在不得不然的情況下 真的也發現說腦力很快就可以清掉 現在用手機 不管是接WiFi加光線 或者是接5G喔 這個延遲基本上都是可以忽略 真的是點頭就在點著頭 那而且現在連算法也相當好 就是如果中間我講話的這個聲音 稍微有一陣子這個網路有一點點不穩的話 它可以腦補到可能0.1秒 現在最新的研究好像快要到0.5秒的聲音 就是聽起來完全非常自然 好像中間完全沒有出現網路不穩定的情況一樣等等 所以在這些新的科技之下 好像遠距慢慢也有2分清了 然後慢慢2.5分清3分清等等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想我在未來的就是服務上面也是一樣的 就是有這個能力去建置遠距診療的院所 那有一定程度上面就是它個案不是很想出門 或者是for some reason 沒有辦法出門等等這個情況 那對它來講就是各位的科技性 就是可以聯絡到各位的這個程度 就比起它要到最近的診所要來的稍微好一些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會類似像是遠距教學 可以讓學生的人數增加 因為你開一般的這樣子的成本是差不多固定的嘛 但是你加一個直播那也是一個常數成本嘛 那之後因為我們這邊是499吃到飽 這不是我們故意的 但是就是到最後就變成499吃到飽的情況 所以不用買不用了 然後之後如果又是用5G的話 那同樣的就是如果你是用一個吃到飽的這個頻寬的話 那確實是在就是偏向的朋友們 他也可以有一種好像勝利其境這樣子的一種感受 不會在想以前只有是有冠品網路的那一些特定的文件帳啊 或者是衛生索啊或者這些機構啊 或者這些機構 他必須要到那邊才能夠有足夠和視訊品質啊 所以所謂越偏向越陷阱 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裡面 就是我們有前瞻新一期的那個計劃 大概就是會確保說我們本來就是靠光線網路覆蓋不太到的這些地方 那無論如何都要限留5G的適用 那5G就是大家用丹安娜睡前嘛 在台灣大概就只有學習跟健康兩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都舉這兩個事情的例子 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啊 那所以意思就是國家花錢 大家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 如果是任何別的事情 我還就會說什麼玉米真理啊 什麼這個這個市場經濟啊 什麼這個不要這個國家插手啊 什麼 但在我們這邊偏向 就是小孩一定都要有相同的學習權 一定要有相同的健康權 這個是沒有任何人反對的事情 所以或是說如果有人反對的話 也是極少數的情況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把5G 大家可能知道在佩服競標的時候 多出了一大筆錢 那全部都投入到這邊去 他不是拿去補別的財政的這個問題 而是說專門就是放在5G上面 要確保說在遠距醫療上面 未來在很多的偏向上 可能他們連到各位 然後接續要服務的這個幾率 會比他們就是大閃涉水 到比較附近的這些院所要來的高一些 那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不一定就是馬上就多賺一些錢 但是Gradually time來講 好像是可以多賺一些錢 希望有回到這個題目 然後也沒有完全這個忽略了解 今天講話的標題 好 那ok 那在這個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三首人說 如果在資金不多的情況下面 做數位創新 那所以大家可能就要認識一個運動 叫做free software 就是自由軟體運動 那自由軟體運動呢 當時就用了一個英文字叫做free software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也是免費軟體運動 但是這樣子想當然不是真的 因為它主要在講的是說大家都可以有改作啊 然後重新發布啊等等的自由 不過呢真的還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參與好像Gradually time來臨時政府的這些社群的活動 我們第一個選套就是這麼省錢 意思就是說 大部分的數位創新 尤其是軟體定義的這些 其實是完全不花錢的 加入Gradually time來的活動的話 就可以學到非常多 怎麼樣只加一個網站 好比方說像我有每天一個字典嘛叫萌典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查詢 可能就是台語啊 科語啊 或者是什麼英語德語 法語 還有阿美語啊 還有藏語啊 還有什麼之類的 很多很多的這樣子的字典 但是呢 我們覺得一個月值幾百萬人死 可能有上千萬過 那但是這些呢 我的頻寬的費用 或者是我的主機的費用 所有這些費用 一個月絕對不會超過一千塊台幣 所以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用絕大部分的時間 去找有哪些免費的資源可以用 那那些免費的資源呢 好比上說像Github 因為現在是微軟在幫他付錢嘛 那或者是這個Red Hat 或者是IBM在幫他付錢嘛 也就是說 一些就是細谷的大公司 他們發現說 有一些真的就是Cosenter 但是大家如果一起去 把這些Cosenter 用開放的方式去 大家分擔維護費用的話 那每一家探體來講 自己的維護成本都會比較低 因為大家都會 就是幫忙去看裡面的問題 以及幫忙去進行最新版的修正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所有看到的這些免費工具 大概都已經是就是 有人幫忙付過錢了 那所以不用買不用啊 跟吃到飽是一樣的道理 那所以如果我們在社會創新上面 去看最新的自由軟體的進展的話 那一下子就可以學會說 你想到的這些想法 幾乎都是在完全零成本 或者非常非常低成本 一個月絕對不會超過一千塊 在這個情況下可以試做出來 那當然如果你是想要服務更多人 或者是說想要有更多客製化的空間的話 有時候一些商業服務也是不錯的 那好比像說大家可能都已經知道的例子 就是口罩地圖嘛 那當時有很多人用開放原始 就是自由軟體這邊在開發 然後要開放戒圖社群等等 但是呢第一個time to marketing 就是第一個寫出來的 確實是用Google的API沒有錯 那就是無站位嘛 他用Google的MAP API加上Place API 他做了一個大個可以標定 哪裏邊有口罩哪裏邊沒有 等等這個界面 當然他也付出了一些代價 因為那個是要欠到 那所以當他就是上了全國新聞 那大家都來用之後 那他去吃了午飯回來 就欠了Google60萬塊 那但是呢這個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要證明就是你有Purpose 這個時候那個Purpose-based learning 的Purpose就非常重要 你要證明你有重大工藝之室有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 我就拿他的作品去跟院長說 你看這個作品真的很不錯 我們一定要反向採購他 意思就是說他才是按住 架方我們是廠商 就是看他需要什麼API 我們就寫一條邀具 開出什麼API給他 那所以這個真的是很成功 那所以後來我就加了一個官方的網站 就是口罩工序平台 然後呢就故意的把OpenStreet 排到第一位 因為後來他們那邊也寫出來 Google排到第二位 然後我就跟Google說 我也了解 這個烏山會是第一個寫出來的 但是OpenStreetMap是自由軟體 所以我就把它排到第一位 那但是如果Google排到第一位也可以啦 那你要不要考慮就是免了他的債嗎 就是正如同他們出了我們的債 那他也沒有說我們簽 那所以Google想一想這筆生意還算划算 所以我們花了幾天去簽合 那簽合完之後就說 那他可以排到第一位 他也免了烏山會的債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是有公共利益目的 確實像剛剛是Google的CSR部門 那但是後來他也接到很多BD部門 甚至HR部門 都跑來找他合作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只要有大的公共利益在台灣 基本上不管你靠屈膜啊 或者是重包啊等等的方法 大概到最後這些成本 即使是它不是constant 而是linear 就是越多人來就錢 物流越多錢 這個到最後還是有解決的方案 可以去思考 所以因為就是各位的工作 大概公共利益都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就是歡迎多用這種群募的方法 連我們國和會 就是幫那個施華地名的 技術學校 就是送口罩啊等等的那些題目 那在以前國和會可以說是百分之百 都是用外交部的錢 但是這個因為有重大公共利益 所以他們就跑去 哲哲募子也成功了 所以就是連傳統上面 那種百分之百用政府錢的 事實上如果你能夠想到一些 就是蠻有梗的這些東西的話 那其實群眾募資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法 有30位朋友們問說 要如何應付排山倒海而來的負能量 也就是病人超多 那應變的醫院任務 又一定要完成 而政府資源又很少 這真的是非常切身的一個問題 我只有一個建議嘛 也是我在這個疫情最高峰的 我那時候這裡也蠻大的時候的建議 只有一個建議 就是一定要睡到八小時 那其實就是幾乎不可能 這個我也知道 但是當時我就是拿這個來當作理由 告訴大家說 我如果睡不到八小時的話 那我就是沒有辦法整理前一天 白天收到的這些負能量 變成創作的能量 所謂由創而新 都是在夢裡面完成的嘛 所以說 如果不讓我睡到八小時的話 那我這個負能量就會跟在我身上 那所以長期來看 對大家也不好嘛 所以還是要讓我們睡到八小時 那我也了解說 這個口罩是明治 剛出現呢 吳振偉的社會創新 跟藥局發號碼 還在社會創新 兩個互相打架 就說兩個如果同時試用的話 就會造成無比的壓力 那但是就是 我們也馬上就去跟 就是藥局 就是要是我們會那邊道歉 說沒有一定是你們對 一定是我們錯 那但是我們會改系統 但是先讓我睡飽八小時 對 那當然我們 就是隔週又改系統了 就是發號碼 還可以領口罩 時間分成兩個欄位 那那時候我附近 有一家藥局 門口用A4指 很大的指 也說不要相信 App經常好 那個經常好自己一張指 對 那是因為他發號碼 所以一發這個 上面那個存量 就看起來的狀況是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所以後來當然修改的時候 他就不再抗議了 那後來他又告訴我說 他發現一個橋門 就是我們知道 鑰匙是專業人員 就是非常有硬片的能力 他發現說 他那個進銷存 那個進貨的部分 原來可以打上負數 所以說他每次進幾片口罩 那就是一個證數嘛 但他如果打一個負能量 就是可能負200片之類 然後暗送出的話 他就會從地圖上消失耶 然後 就把手機拿來看 他是有負的口罩 意思是說來排隊的人 反正要給他口罩 那是不行的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地圖是絕對不會顯示 他會直接從我們內海裡消失 然後他說你這個就是故意的 我說不是故意的 但是很高興你試錯了 然後後來他說 那可不可以就是給我一個鍵 按一個鍵 我就從當天的地圖上消失 不然我就是中午要就是負200 然後晚上還要記得 整200回來 這個還很麻煩 這樣 那所以我就說好啊 所以我就回去跟健保署 在睡夠之後 想出怎麼樣 按了這個鍵之後 就從地圖上消失 那從那個之後 就沒有再接到 要拒絕的說 合照地圖有對他們造成什麼 就是不良的影響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這個負能量 要轉成真能量 真的是要靠充足的休息 那這八小時裡面 其實我也不一定睡得很好 那個時候 可能就是要兩個小時 才睡得著 但是重點是說 在這裡面 我是不會再去看熏期 不會再去看那種 排山倒海而來的負能量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等於有一個停損 那無論如何八小時 留給自己的時間 那睡醒來之後 感覺又好一些 那好一些之後 才真的能夠想到一些 比較創新的方法 去調和這些不同的衝突 所以就無論如何 保持睡眠充足 我是覺得真的很重要 那我現在也不一定每一天都可以睡夠 那但是如果好像我只睡了七小時今天 那我中午就會想盡辦法把那個一小時補上 所以也可以用就是二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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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的方法 如果你是拿破的那種體質的話 可以試試看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好那有三十位朋友們說 但是睡覺的時候 這個雖然我說是這個情緒萬節的方式 在我腦袋快速運作 放鬆對外來說 是怎麼做到 如果控制自己的腦婆 也是第一次讓我走 控制自己的腦婆 我也只能控制自己的腦婆 我大概透過兩個方式 一個是透過VR 那VR其實就很像冥想 只是說它是立刻就有效的冥想 我如果是打坐冥想什麼小豬田們 什麼要一陣子大概要二十分鐘左右 才能夠進入一個真的很放鬆放空的狀態 但是我如果帶上VR 然後立刻就到可能瑞士的馬特洪峰上面 漂浮在上面 那或者是說直接就到這個國際太空站 太空站來看地球 那或甚至就是地球太危險了 那就去火星吧 然後從火星來看地球 真的看個星際觀 總之就是運用這樣子的方法的話 那就不需要三十分鐘 可能兩分鐘 就會進入一個 就是非常你知道 就是無常我捏牌 那樣子的狀態 非常短暫的 對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本來覺得很麻煩的事情 其實從那樣子的一個空間和實驗程度來看 好像也還好 好像並不是那麼麻煩的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大家可以試試看的事情 現在VR設備 反正也很便宜 所以就算用這個最基本的cardboard 都大概可以模擬出那樣子一種 就是從太空看地球的情況 所以第一個是透過這種明強火 的這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是大家可能有聽說過的 就是我如果看到有一些字眼 讓我覺得特別的字眼或者特別不舒服的話 那我會去廚房然後拿插包 那我的廚房大概有二十幾種不同的插包 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C2是進去2 就是有四百多種五百種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 所以每次就是我看到一個可能讓我不舒服的這種字眼 那我不會急著去回覆它 那樣子會讓我長期記憶 變成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Dominate 那所以我就會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去廚房 然後拿兩種沒有混合過的插包 然後呢就放到這個插杯裡面 沖個熱水 那我再回去 然後呢就喝個茶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因為中間有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說那個快思不分不作用 慢想在作用 那慢想作用的時候 我就會找到說這100個字裡面 還是有五個字它是在就事輪世的 就像剛剛講到永東基或者外星人的那個情況 就是說裡面還是有一些是有公共利益的 所以我就硬生生找出那五個字 然後只回應那五個字 所以一方面旁邊的旁觀者記號說 只有具有建設性的事情 他風才會來回應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我自己那就是你看 從非常的富能量到有建設性的部分 中間有一個新的 味覺的跟嗅覺的刺激 我當天有睡過八小時 這些條件都具備的時候 我一醒來 以後再看到這些字的時候 我當衣服起來 就是那種髮型充滿的那種感覺 就說 這就是苗棒加上薄荷的味道 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就可以 就是一方面就是 還是可以往是快速運轉 但其實在背景 其實是非常開心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概就是如果有看到 已經計算完的話 這個就是從怒怒嘛 然後變成悠悠嘛 然後最後變成樂樂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就不會陷入 這樣很多的社群媒體 就是要以這個怒怒嘛 然後變成緊緊 變成厭厭 那一邊就是比較反社會的情況 所以我想這一邊嘛 就是接近系統 而不是迴避系統 我覺得是對於大家的 就是彼此討論 每個人都能夠把自己的腦 破往這個方向 挑平挑副 的話 那大概就是 大家就可以進入一個 比較理想的一個 演說的一個情境 好的 那有些朋友問說 怎麼樣跟我成為朋友 大概就是 可以加我好友 對不對 可以討論一下用什麼方式 我自己最常用的還是Twitter了 那我Twitter的Handle是 A-U-D-R-E-Y-T A-U-D-R-E-Y-T 那所以就是可以考慮 在Twitter上面追蹤 那其實我也有不浪 但是不浪 沒有就是在發文 但是有時沒時就會 海巡 然後回文這樣 那我的不浪 叫做Digital Minister 那也歡迎追蹤 那不過還是Twitter會比較常看 那其他的像 Facebook 我本來是用來發表網誌 就是發表部落格的一個地方 我是把它當作媒體 當作部落格平台用 然後後來Facebook就 就是照抄Instagram的介面 然後就改版了 改版之後 他們甚至把網誌這個功能拿掉了 那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就是 部落格平台把部落格的功能拿掉 我也沒有什麼留在上面的必要 所以我現在幾乎是 不太看Facebook的情況 就是最近的情況 好 那我們還有三分鐘 有三十二位朋友問說 人工智慧的技術 跟有溫度的醫療 應該要怎麼樣結合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 我們從就是 社會轉型的三個步驟 就是先Digitize 然後再Optimize 然後再Innovate 的話 可以在三個部分都可以做一些論述 一個是說 在就是 省力的部分 因為Digitize主要 它是為了要省力 那省力的意思就是 比如說你offlow一些 平常會對著電腦的這些工作 讓電腦可以自己對著電腦 這是它的強項 那你就多一些時間可以對著人 好比像說 我們目前正在討論什麼題目 以及像俄羅斯方塊 下一個轉塊是什麼 這個大家都可以 就是稍微瞥一眼 就可以在螢幕上面看到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其實大部分的時間 是因為這個技術的關係 更多的時間是放在彼此身上 因為我不用特別去想說下一個問題 會是什麼 但各位也不用想說了 到底有沒有勇氣舉手啊等等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可以在 就是討論 我們目前正在討論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先省力 這個還是最重要的 那省力完之後呢 當然就可以Optimize 就是優化 那優化的一個過程裡面 就可以變成說 除了說省力 讓你有更多的時間去傾聽 因為傾聽是有溫度的一步之外 那你也可以有一些feedback 那這些feedback呢 就是讓使用者 我們像口罩地圖那個例子 很多人一下子就是說 長者不會用地圖 那所以其實它是沒有溫度 事實上可能是 就是非常非常冰冷的 那什麼樣要有溫度的方法呢 那這樣一方面就是 鑰匙它還是有溫度的 可以就是告訴它 那要怎麼樣使用口罩等等 但是另外一方面 是也有人專門去開發 給長者使用的 好比像說我們在當時的那個 就是聊天室裡面 就有人冒出來說 是不是只有OpenStreetMap 跟Google Map 才能夠用你們的開放資料 我不是做地圖的 也可以用嘛 他叫Frank 然後我就說沒有啊 你愛做什麼做什麼 我拜的為你做什麼 那他做的是這個Linebot 他說他做的是對話機器人 我想說對話機器人 要顯示地圖導航 這個是比較複雜的活動 你怎麼可能24小時寫出來呢 他就24小時寫出來了 那寫出來之後 甚至還跟另外兩個地圖 同時上線 那就是叫做機管家的一個Linebot 那我想很多人是在Line上面 已經有加機管家 HTC DeepQ的一個作品 那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很多長者 他事實上是只有機管家 他也不知道怎麼口罩地圖 但是機管家他是願意去看啊 有一個活動 那馬上就會爆出來說 那跟視障者怎麼辦 所以馬上就有Siri啊 Google Voice Assistant啊 等等的朋友 所以Optimus優化的這一部分 其實是來自於我們所謂的 API First Programming 就是如果你在 就是數位化的過程裡面 留一些插座 好像說Open API的這些插座 去給其他的人來使用的話 那你一方面在優化自己的活動的時候 別人也可以處理旁通的 用你這邊建立的這些服務的 好像藉口一樣 去優化他們的服務 因為有些不一定最適合他們做 他可以用你的API來做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 好不像說像機器學習 那也可以每個院所自己學到的東西 分享這些智慧 而不是分享RAW data RAW data不能分享啊 透過這個Split Learning啊 Filtered Learning啊 等等的方式去進行分享 那這個是幫彼此優化的部分 那這個就可以讓每一個想要接取服務的朋友 用他自己最適合的方式 不管是語言啊 節奏啊 認識模態啊等等 來接取這樣子的服務 其實大部分做到這個時候就很好 但如果你還想要再往上一步的話 那是所謂的Innovate 就是你可以邀請你的使用者 變成你的共同創新者 剛剛這邊講的都還是同業之間的結合 但是這邊在講Innovate 就是說任何使用者都可以變成開發者 那等於像好像樂高積木一樣 就是提供你的所有的服務 然後他自己來決定自己怎麼樣串結起來 變成自己想要使用的這個體驗 那這個當然就是要先把資安的問題啊 隱私保護的問題等等都解決掉 才能夠做到這件事 但我們在行政院裡面已經做這個做了四年啊 就是我們有加一個系統叫做SAMP STORM 就是殺城堡 我們要翻成殺巨雲 殺巨雲這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就是我們在各自資安什麼都測試 我們提醒了白毛駭客來測了半年的這個情況下 那任何在行政院或者是所屬機關或者地方政府 只要有GOV.tw結尾的Email的公務員 都可以自己上載自己寫好的城市 那所以我們在上面就是可以看到各種培養公務員創造的城市 其實我們最常用也最popular的 根本就不是什麼很麻煩的城市 而是一個一起訂便當的城市 就是有一位公務員去把行政院附近80塊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都拍了照 那拍了照之後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或訂什麼飲料 然後他會自動幫我們SIGLE 3 然後記得我的名字啊 然後記得我這個之前點的是什麼 什麼清新紅茶什麼之類啊 烤冰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很重要啊 就是說你不用一直就repeat 一樣的這個下單啊 他會自動這個做到團購的這個任務 那這個寫城市的人就不需要去通過什麼資安標章檢測啊之類 因為他跑的這個平台 天生就是一個citizen developer 就是使用者就是開發者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或許也可以往這個方向 大家稍微想一想 那我們時間到保險超市兩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唐正文 因為他提諒大家 因為9點要開診 所以他稍微保留了這個8到10分鐘 讓大家可以就是除了在slido 問問題之外 有沒有現場要跟 問問題的 我們開放三個問題之後 唐正文非常這個nice 會留下來跟大家拍照 或者是私下回答大家的問題 來那個群導 是 我當然還是要搶這個機會 把我今天 哇 嚇死人了 我當了和平副游院長 這麼久沒有看過這樣的場面 哈哈哈哈哈哈 台北人都要以為這個場面 我在這邊17年都沒有看過這樣的場面 包括sars的時候 兩下嚇死我了 換我剛剛要講什麼 有點忘記了 哈哈哈哈 我們聯合醫院在這一波的遠距醫療裡面 那麼佔了台北市服務量的65% 那我們算是最積極投入的部分 不過我們還是有剛才的問題 剛剛有一位同仁講 如何隔空打穴和隔空抓藥這個部分 那當然經過唐委員的開導以後 我覺得你根本就是神人 甚至某一個程度是外星的人 我們要追上跟蹤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技術上總有一天 觀念上大家會改變 可是回到眼前 我們可能馬上面對的是現在的法規 和這個給付的問題 所以看看唐委員 對於大概最近十年 你期待整個環境會怎麼變 然後我們這個團隊要怎麼跟隨一下 謝謝 我覺得幾副當然 目前看起來好像已經 有一點鬆動的傾向 我也有看到新聞 那我不是覺得蠻好的 但是這個還是奠基在一個前提上面 就是大家隔空的那個信任感 是可以建立的 那我自己因為沒有什麼遠距醫療的經驗 就是作為個案 但是我有五年多的遠距資商的經驗 就是精神分析的經驗 那精神分析 其實就是最古老的那種自上 然後羅伊德的那種自上 其實非常不要花時間 就是每個禮拜要四天 每天四十五分鐘 那我的那一位分析師就是在法國 在巴黎 我又不可能一直住在巴黎 所以我是半年過去找他一次 然後校準我 然後裡面他的那個形象 然後之後就可以回到台灣 然後但同樣是巴黎時間下午 所以我就是每天的接近半夜的晚上 然後就把一個就是 iPad 然後他放在一個那個普架上面 就是架成好像他在 坐在椅子上面的那個高度 然後我自己在一個長椅上面 而重現那個分析師的分析情景 那在後來我們立刻就碰到很多問題 雖然兩邊都有廣線 理論上平寬都不是問題 但是立刻就碰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那種就是report 我們彼此支持的感覺 非常不一樣 我們在巴黎的時候可以說 今天天氣不是很好嗎 這個今天怎麼下那麼大的雨啊等等 但我們在遠去的情況 都不能這樣講 因為一講就覺得很奇怪 明明這個台北正在下大雨啊 但在巴黎這個天氣很好 連那個太陽的角度都 事實上就是不一樣 所以它反而凸顯了那個差異性 沒有辦法有一種 好像我跟你在同一個空間 所以我支持你 這樣子一種感受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其實雖然它的形象在我的iPad上面 但是我們雙方都知道說 它的很多的僵法等等 這些都是要靠我腦部的 就是說我是看不到它的microexpression 它其實也看不到我的microexpression 就是表情上面是比較細微的 不是有意識的 有意識的都看得到 講得出來的話當然都聽得到 大的表情當然都看得到 我們解析度都不錯 但是因為畢竟不是4K8K的解析度 所以那種無意識的這些表情 我們在平常對話的情境裡面 大概都是靠我的無意識 跟你的無意識 直接交換的這些訊息 全部都丟掉了 丟掉之後 那我們還是會有一個格式塔 還是會有一個玩心 還是會有腦部 但是腦部呢 大概都是雖然很不合 但是都是像做夢一樣 都是自己這邊的東西 不是真的對方這邊的東西 所以一方面往好處想 就是很容易隔空就彼此相信 大家都可能在網路上面 有那種一拍集合 關鍵字對了 就什麼都可以講的這種感覺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這個因為都是腦部 所以當然也不是對方真正的 那個真實的意思 所以真實意識怎麼樣確認 以及就是情感的支持 怎麼樣做到 這個對任何的長期關係 透過遠距都是需要校準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大概有兩個原則 一個就是說半年一定要校準一次 而且那個校準是非常有意識的在做 就是我然後一定要有對方的那個形象的地步 然後我才能夠回台灣 然後透過遠距來繼續 所以大概就是六個月嘛 大概就是一個月在巴黎 然後五個月在台北 我的情況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對於他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是要訓練我 有點像是他是我的督導 我不是只是他的個案 我也是被他督導的分析 所以我在腦裡要有一個他的那一套分析理論 所以我才能夠在完全是腦部的情況下 好像我自己的一部分功能變成他 那這個如果是用在照顧和醫療的情境 意思就是說居家的個案 他不是只知道說你的醫主是什麼 或者你要他做什麼處置 他也要知道為什麼你做這樣子的處置 那這樣一方面就是他自己碰到狀況而已 一巷子聯絡不到你或網路断線 他不會慌嘛 他知道說這個處置的到底是什麼 那另外一方面說 這也是一個全民的類似素養教育 就好像大家在疫情嚴峻的時候 每天下午兩天都會聽Podcast 就是這樣流行冰雪的道理 那就是不是Podcast 就是記者會 但是無論如何我是把它當Podcast再聽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說大家腦裡都有一份指揮官的那個copy 然後也有他的那個態度 就是說任何新的概念來 或甚至是比較意想天開的概念來的時候 他都會說委員教教我嗎 你早點講嗎 我們一起來想一想嗎 實在他有一個很標準的態度 那這個態度如果能夠內化到腦裡的話 也正向防疫突然就變成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情 所以就是知其所以然了 可能就是在遠距的時候 要花更多的力氣去保持他哥 腦裡有那個所以然 這樣的話信任我覺得才可以更鴻固 而不是受到腦補 然後信任就沒有了 這樣 好我們在 我們在開放一個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 我們想那個基層的同仁有沒有誰要問問題 太好了 謝謝 我不是眼科醫師 那我們在遠科的一些 遠科的遠距離 我們在偏鄉裡講 比如說原醫的馬祖 我們長期六三十幾年 都是忍訊 然後今年因為疫情 所以我們就用通訊去做診治 那因為那一個禮道剛好有殘留 那再來的話就是 遠赴公立一點沒有公衛生的指責 那在偏鄉領導 最近就是醫療比較困難的可及之處 那通訊 通訊醫療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那因為我們在台北市 那在台北市我們曾經碰過就是說 台北市是一個資源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當疫診 這個是沒有辦法做的疫診 因為它這個資源比較多 可是在前面有通訊診診察罷報 那也很通過 它是在天鄉領導 還有一些就是在祥事裡面 它是一個身上兩部機構 那這些都可以用通訊診察 在醫療法醫師法的第十一條是要親自導診 那如果是在這些醫療比較困難可及 可以用通訊研討可以用遠距醫療 那我的提論就是 在遠距醫療裡面 我們醫師要如何去結交科技的人員 去做連結 那再來就是法律問題 因為我們是用通訊 那有各自的問題 我們如何去結交這種有通訊 或者遠距醫療的法律專業人員 再一個就是醫院的管理者很重要 我們是在基層 再次去做通訊的遠距醫療通訊成長 醫院的管理者長官的支持度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就是錢的問題 資金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去跟公部門或者是部門 可以去做如果要做遠距醫療跟通訊整長 這塊的話那這些資金要怎麼拿 所以我這幾年我很想要結交一些朋友 就是科技人員然後再法律人員 然後還有就是一些管理居程的人 那如何把這些就是比較了難可及之處的人 然後可以透過雨季醫療然後照顧到我們國有的健康 好 謝謝 謝謝 所以就是分成資金管理法規技術了大概四個層面 那我是不是要講就是再一小時 要不要完整的回答的話 我只舉一個我自己有參與的個案 我們在辦一個叫總統北黑客總的這樣一個活動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說我們把本來要四年以上 中長城計劃才能夠完成的一些社會創新的想法 試著讓整個社會來投票來評選 那評選如果他做得出一個最小可行方案的話 我們想辦法請總統來頒獎 那個獎杯像今天的獎杯就是一個台灣的形狀兩片 這個搖哨玻璃很漂亮 那底下有個投影機只要一打開就投影出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然後就是升主牌了就是大概需要資金 就是你就只要就是找到 比如說會不會主祕啊 然後投影這個獎杯給他看 但他就會把資金找給你 那所以我們在第一届總統的黑客送的時候 確實已經有這樣子一個遠距離料的一個團隊 事實上有兩個啦 就是高雄那邊做高雄氣爆的後送 Major Trauma在救護車上面 就可以直接連到一月的那個系統 就是那一站通 然後跟應該是蘭玉吧 對一個就是護理師嘛 因為當年有出一個意外的一個事件嘛 那就是後送的過程裡面 可以直升級的一個意外 那所以他們就提了一個叫做 他們隊伍叫零時差隊嘛 就是不是零時差隊 零時差隊 就沒有時差的一個隊伍 那他們就希望說在那個後送的過程裡面 去判斷要不要在直升級 應該是陽明嘛 然後跟在本島的這個專科 然後跟在地的護理師 能不能做一個聯合視訊診療 給家屬看 那一方面家屬才能夠安心 那一中來支援的 不管是醫生還是護理師 才不會變成什麼都要喉送 然後自己變成沒有辦法留下了 因為那個新人 不放在他身上的這個情況 那當然後來他們在這三個的 就發現您剛剛講的情況 就是絕大部分的法規 是跟他們做對的 甚至有一些是說 家屬要親自到那個專科醫院 然後才能夠把病理啊 什麼東西進行交換 那不過家屬如果飛得到的話 那其實病患也飛得到了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在當時的這些返回 是相當不OK的 那在他們進行這樣子的討論 跟有點像sandbox測試之後 你發現說這樣真的能夠去 讓在地的朋友們 更加相信在地的護理師 以及醫師的團隊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真的得了 就是第一名著月團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真的後來他們就 就以我的理解 不是只有一道嘛 也包含偏向嘛 一百多個點 都去做的這種三方回診 這種視訊的基礎的設備 用前瞻的預算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這個修法裡面 就特別把在地的護理師 跟住產師 也放到那次的修法裡面去 所以不是說 一定要在地有一個儀式 在那邊接著 雙食再能夠進行偵查 而是說 在地只要有護理師或住產師 住產師可能人數沒有那麼多 但護理師應該是有 護理師在的話 那就會變成這邊的護理師 跟這邊你們的專科醫師 兩個變成一個team 所以也不是說 沒有專業人員在那邊 還是有專業人員在那邊 只是說那個專業人員的資格 可能就是一個 特別擅長遠距處理的 在地的嘉義 或者護理師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形狀 蠻不錯的 那因為總統每個各頌 通過了 所以不管是人員管理法規等等 那他們都得到 就是等於最高層受權了 本來要四年的 加速在一年之內 就堅持到一個程度 那剛好就碰到COVID 然後也發現說 在COVID的情況下 這套也是很work 就是法規也很work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 是在往正確的這個方向走 已經很少人在那邊 很擔心說要走回頭路了 那但是這裡面 馬上就碰到 自然個資的問題 那自然個資 它不只是法規的問題 它也是技術的問題 因為我們很多人 在使用通訊軟體的時候 好比像 像我之前在2016年的時候 我是拒絕用LINE的 那我到現在都不太用LINE 那但是 但當年拒絕用LINE 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LINE只有 當時一個人跟一個人 私下講話的時候 才有點對點加密 但它在群組裡面 是沒有點對點加密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LINE可以擷取到全部的通話 那而且中間就是會先經過來 然後再到別人 那我覺得這是不安全的 也是不應該可以讓人 就是扶起的這樣一種做法 那但是不用 而且也不建議工人員用 那這個就會對LINE 形成一個壓力嘛 那所以後來他們就也改了 那所以現在其實在群組裡面 也都是點對點加密的一個情況 它已經不會再看得到 我們在群組裡面的通話了 不過用什麼貼圖 還是看得到的 因為它賣奶的嘛 對但是就是 就是只要大家不是用 全部都是用鐵圖來通訊 應該是相對安全的一個情況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還是要有個 資安上面的NOR 就好像我們戴口罩清洗手 一樣要有個很好的習慣 如果大家都有這個很好的習慣的話 當你在忍具使用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出現一些 因為資安習慣不好 所以就就是 好像Google form設定不良 然後就讓各自外邪的情況發生 因為只要發生一次這個 它是有一點好像是 拳倒的這個情況 就是大家就會有一段時間 不是很想要相信這件事情 那所以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其實就是 自己先從自己的類似 治安危險習慣這樣子做起 那當然跟一段上 我們在就是各部會也好 或者是就是地方現實也好 都有資安的專責人員 但資安專責人員 不一定就是很有空 就是每次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就是結交他們朋友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可以多參加 像剛剛講到距離比臨時政府的活動 或者是資安人員 有他們的HITCOM 都有這些活動 那這些活動呢 其實就是有點 第一次去真的會覺得有點像是亂入 因為講的都聽不懂 但是其實去個兩三次 慢慢就會混熟了 然後慢慢就會知道 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那這樣的情況下 一方面可以養成自己比較好習慣 那二方面 如果真的需要有一些支援的時候 就會有朋友也知道說 那你們在意的關係的是什麼 那也很願意去使用自由軟體的方式 因為自由軟體真的 絕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對他來講只有時間的負擔 所以你只要說服他 這個時間是time will spend 就是說有公共利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很容易就可以組成一個團隊 那也歡迎來報名我們接下來的總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最後以熱烈掌聲來 謝謝我們的觀眾 那到底有沒有夠像之下 要跟那個唐真偉的 我們現在開放時間 OK 好 謝謝 謝謝